冬奥女子冰湖中国队加局得一分 6比5险胜韩国 北京时间2月13日 北京冬奥会女子冰湖循环赛继续进行 韩宇和王瑞领衔的中国队在加局拿到一分 以6比5击败韩国队取得两连胜 本场比赛 中国队继续由王瑞坐镇四壘 韩宇出任三壘 一壘和二壘分别是张力军和董子齐 韩国队四壘是金恩珍 首局比赛 中国队率先后守之狐 但姑娘们有些慢热 上来就被韩国队偷到两分 不过中国队毫不示弱 第二局后手拿到一分 第三局先手偷到一分 随后两局双方分别拿到一分 半场过后两队战成三平 下半场比赛两队打得非常胶着 韩国队在第六局拿到一分 双方在第七局互交白卷 第八局中国队后手拿到两分 以5比4领先 第九局双方再次打成控局 第十局中国队先手控分成功 只让韩国队拿到一分 加局中国队后手拿到一分 最终以6比5击败韩国队